樹屋村 空氣清新的空氣 沁人新品 這地方應該不是不會 不需要空調了 這個就是樹上溫泉了 我感覺在這裡久了是不是就變成了原始人了 回家要爬樹 這是一個平台 在這裡喝喝茶喝個小酒 簡直 不要太 安逸呀 有水啊 這個木板好滑呀 可以打 打一下 打一下出路 哇哦 嘿嘿嘿 啊 溫泉在哪呢 這要是來一伙人 來幾家人 1 2 3 4 5 6 7 8 8個房 這是8號 這 來 來一伙人 是吧 圍著住這裡 這種是圍屋啊 這音樂 這音樂 是古針還是古琴 聽一下 好像是古針 古琴的聲音沒有那麼豐富 這是黑風寨 哦 這個高 這個高 這個比我 比我那鳥窝高 我要把每一間房間都睡了 是不是不太科學啊 哈哈哈哈 哇這裡我能住上一個月 哦 哦 看看 居高臨下 嗯 嘿嘿 哦 這個位置確實是這個 獨家村的最高點了 這個叫布谷房 是因為布谷鳥而命名的嗎 啊 它每一個這種獨立的房間 門口都會有一個 溫泉池 啊 它這個設計的真好 你看它遠遠望上去 這些獨立的小木屋 是錯落有致 高低不平 隱藏在深山裡的世外桃園 對於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周末來這裡 過一下原始生活實在太棒了 看 哇哦 哇哦 這是 啊 啊這也是獨立的房間 嘿嘿 好像睡在古堡裡 這個房間裡 這個房間裡 這房間 啊 這下面有個房間 浮溪穴 這就是這個房子 就是有點山洞的感覺 造的有點像山洞的感覺 十級而上 我媽呀 有沒有人呢 嘿 哦 福西宮 福西宮 福西閣 設計的太巧妙了 這個獨家村的設計真的是 巧奪 巧奪天空 和大自然融合得非常好 那我現在 它這個獨家村所處的位置呢 就是英德天門溝 它是在廣東英德市的石窟鎮八寶山 這個八寶山當地就稱為瑤山 那這個獨家村 那這個獨家村就坐落在這個 瑤山的山腳下 是吧 很有那個原始 時代的這種風格 這麼多獨立的小房間 這個房間旁邊都有溫泉池 你是現代人 明明是從遠古時代進化而來 然後呢 城市裡住久了 就又非常像這種 原始生活 這就是返璞歸真啊 這幾點草帽是裝飾的嗎 還是蓋活的工人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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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那種蛇魚 很清甜的 哇一看這皮又很脆的 看 太棒了 這個叫蛇魚 蛇魚是我第一次吃 大概都拿了五六去 你看 這個蛇是魚字旁加上原蛇的蛇 這個蛇 蛇魚是吧 小葡萄 嗯 那太清甜了 沖了一個冷水澡 因為這裡在修山當中沒有熱水啊 看看我的小鳥窩 關燈 嘿嘿嘿嘿嘿 太好玩兒了 上面還有燈沒面 太過癮了 聽到山泉水的聲音了嗎 睡覺了 哇啊 哇啊